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宜兰新闻 先首先来看宜兰美术馆 即将在5月17号正式营运 而首展就是王攀元老师的创作 以表达对他在艺术以及贡献及付出 而且今天还首度公开 王攀元的最新创作《英雄类》 未来开馆之后 为了鼓励更多的民众来参观 宜兰献民是免费的 在文化局长及王攀元女儿 王多慈的主持下 10年前创作的英雄类 首度对外正式亮相 为17号的正式开馆来暖身 文化局长表示 王攀元大师即使已经107岁 却仍然有心想要创作 所以宜兰美术馆正式营运的首次展览 就是展示72幅王老的用心创作 来表达对他的敬意 女儿王多慈更是表示 父亲非常执着艺术的创作 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封闭的意思 一般外面是说 这一阵的英雄类是我爸爸的封闭之作 并不是我爸爸 我爸爸持续的不断的 他还一直想要创作 甚至于他这一阵话是在2016 差不多97岁的时候完成的 完成的时候他选拟叫做英雄类 所以当下我也没有 也不是今天很多人为什么要叫英雄类 那身为他们的身为我父亲的儿女 我就想我父亲应该是他这一生生活 我真的是经历过很多的 就是经历过很多 他的人生并不是快乐 而是觉得是很孤单的 不管是年纪或是创作资历 应该是台湾最资深的 因为他一直创作到97岁 那现年已经107岁 可以说是台湾有可能是世界最老的画家 那我想这几年呢 他我们都有去看他 他的精神状况可以有时候好到可以爬楼梯 这是我们为老人家 就觉得感到非常非常高兴 也非常荣幸我们宜蘭有这样的一个 杰出的艺术家 为了提升民众的艺术欣赏兴趣 文化局长更是欢迎婆婆妈妈在南北馆买菜后 可以顺便来美术馆参观 而且县民完全免费 第一个历史建筑的银行变成一个美术馆 这是我们跟文化部请教 他说是第一个 那么另外就是对面就是南北馆 宜蘭最重要最好的菜都要到南北馆来买 我们希望蔡兰族在买菜以前先来一趟美术馆 你的菜兰可以寄放在我们的寄物柜 那你可以买完菜以后呢 然后呢再回家 看完美术馆买完菜再回家 这是我们希望用美学来亲近大众 宜蘭新闻记者张丽玲 采访报导 小萝兰 小萝华 将新闻记者张丽玲 君子 是